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尼希米记》四章六至九节 十一至十三节 十六至十八节 众人满怀热神地工作 围绕全城的城墙 终于见到一半的高度 但是参巴拉 多比亚 阿拉伯人 亚文人 和阿什特人 听说建造的工程 进展顺畅 耶路撒冷城墙的缺口 都在修复中 就怒火中烧 他们合谋前来攻击耶路撒冷 要使我们陷入混乱之中 但我们向我们的上帝祷告 并昼夜守卫者城 保护自己 这时 我们的敌人却说 我们要成其不被攻击他们 把他们杀死 终止他们的工程 住在敌人附近的犹太人 多次前来对我们说 他们要从四面八方来攻击我们 于时我派了武装警卫 到无遮掩的区域里 住守在城墙最矮处的后面 我安排带着刀剑 长矛 弓箭的人 安着家族站岗 但从那时起 我手下只有一半的人工作 另一半人 却拿着长矛 盾牌 弓箭 伸穿海甲 站在那里守卫 首领门站在建造城墙的犹大人后面 劳动的人 一手扶重造工 一手拿着武器 所有建造城墙的人 要盖刀配戴着刀剑 吹好的人 则和我在一起 以便发出警暴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突发事件 我侍奉的经验不多 遇上突发事件 便会手忙脚乱 心底亦会抱怨 为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糟糕呢 报道会就快开始了 一大群人却要为忽然失灵的器材将罗 明明估算过有足够时间 预备主日学的教材 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些非处理不可的急事呢 信主多年的朋友告诉我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有时是我们自己没有预留充足的时间作好准备 有时是因为的确有各样攻击和意外 让我们要付出额外的心力 不是吗 尼希米的手下本来只是负责建成墙 现在因为有参巴拉等人的阻撓 他们要一手负重造工 一手拿着武器 除了建成墙外 还要准备作战 看来在侍奉上 我们也要多一些情绪智商 建立随机应变的能力 如果侍奉出现阻滞 要我们付出额外的心力 其实不需要沮丧 在这个时候 可以学校尼希米的手下 专心工作 努力修造 靠着上帝的恩典 在预计之外的侍奉上格外尽心 当侍奉遇上困难的时候 求主使我们更加依靠祂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